上一个影片在讲说 如何去测试你小孩子的阅读速度跟量 那这个影片呢 我想要就是来谈一下说 阅读量是怎么增加的呢 我要如何让小孩子读得快一点 用的方法是什么 或是到底你的秘诀是什么 或是其他人的秘诀是什么 然后我大概研究了一下 就是这样我其实觉得是 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理解能力 理解能力强了以后呢 阅读能力就强了 阅读能力强了以后呢 你的速度就快了 所以呢理解能力非常重要 所以有很多人 比如说才一年前才开始学中文的 然后说我的小孩六岁 你的小孩六岁 所以为什么你的小孩六岁在读二三年级的东西 我的小孩六岁在读 就是幼稚园的东西 那我要一直叫我的小孩子 赶快去读一两年级的东西 这是不对的 因为每一个家庭不同 我们在美国每个家庭对小孩子的要求也不同 然后很多的父母就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在喂故事了 比如说我们的团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妈咪叫做Valin 他呢就是很疯狂的 以前就是从小小孩子 小孩子很小很小很小开始 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是读一个小时 然后午餐时间读一个小时 晚餐时间读一个小时 睡前读一个小时 那这样就是一天就是好几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他的小孩子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直在听新的故事 新的词 然后新的知识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是什么都会读这样子 所以你要跟从小就有妈咪在那边喂他故事的小孩子来比 跟你从一年前才开始教小朋友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马上跟上脚步的 因为毕竟人家已经有好几百个小时在那边听着妈咪在那边 一直喂故事一直喂故事一直喂故事了 所以我要说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需要加强理解的能力 那理解能力有好多种方法对不对 你可以回台湾回大陆 然后就是帮你自己融入在那个世界里面 然后去听就是习惯说 诶你的周围全部通通都是中文 然后自然而然你自己会开始讲中文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就是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是自己会说中文的妈咪 拜托在家里就是只有如果只有你会说的话 一定要就是只对小孩子说中文 对就不要说因为有很多妈咪就跟我说 哎呀可是我这样跟他沟通很难啊 因为他不懂我在讲什么 我说好啊那你就继续用英文那他就永远也是不知道你的中文在讲什么 我说你不开始的话你要你要他什么时候呢 你全部都用书教的话那就是不够快啊 我这样来讲好了我那时候请了一个讲西班牙文的保姆 然后一个礼拜两次而已 一次大概两个小时 过了差不多一两个月以后我发现我小孩子都会跟他讲西班牙文了 那我想说那他们也没有用书啊 纯粹的就是因为那个保姆英文不太好 全部都是用西班牙文在跟我小孩子 在讲话那小孩子比我们厉害 听一听其实他们就能了解而且还能回答 那我想说如果你会说中文你在家里每天讲的话 你还会怕他不会吗 那样子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所以说呢在家里一定要讲中文 再来的就是常常就是一个礼拜一次两次呢 要给他们去听一些比较难的 因为纯粹的跟他们聊天的话 你用不到很多比较难一点的文语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要利用就是这些教材 比如说你看像这个杂志 它这是乔莲智的杂志这是小一半 我们那时候有介绍过 你平常在家里不会去就是讲到一大堆什么昆虫啊 植物的那些名词或是鱼类啊什么的 可是呢你利用这些杂志或是书 你就会点得到这样 而且很多这些书或是杂志基本上每一本 我有的杂志都会有CD 所以呢你可以让他们听CD 让他们去习惯听CD 然后跟着图片一起这样子 就算自己没有在读上面的字哦 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在听 所以他们的理解能力会加强 如果自己妈咪不能读的话 或是不会读的话 你可以利用CD 像这是小一半 然后未来儿童呢就是比较难一点 它是七到十岁的 所以它有简单它有难的 比如说它有漫画 然后它有比较 它有比较难的东西 像新闻之类的 像这个就比较难 然后它这本好的地方 就是CD会跟着字这样子读 所以他们可以跟着字这样子一起读 所以听然后去了解 这样子 一个礼拜一次到两次 你一定要给它就是 就是为它难一点点的 一点点 我说就是不要说太难这样子 不能说一下说 我们来读这个 那就很奇怪了 所以理解能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你要去加强的话 就是要常听 常就是 叫他们去回答你的时候 讲话回答你的时候 也要用中文这样子 然后常常对他们讲中文 还有读中文 听中文 如果去不了台湾 去不了大陆 去不了新加坡之类的 马来西亚 那你就只好在家里 就是好好制造一个很好 就是听中文的一个环境这样子 对 好 那我这个影片大概就这样 下个影片我想要讲一下说 不同书 要如何挑书给小孩子 嗯 好 那就先讲咯 谢谢大家